看家這一次講師的同仁 大家早安 早 我相信大家都很期待 今天這一場演講 大家一定對最年輕的政委 充滿許多的想像 我們政委 從天台生通到網路創業家 到最年輕的政委一路走來 我相信他的人生故是充滿精彩豐富 那今天我們題目都不設限 什麼都可以問 所以我相信透過今天的問答 我們一定可以更深的認識 我們這位最年輕的政委 怎麼樣來穿接資源 穿越在實體跟虛擬當中 去架構一個最順暢的空中的平台 那我們就把時間用熱烈的掌聲歡迎政委 謝謝學長 謝謝 好 那因為我沒有料到說這個沒有投影 所以今天就是清場了 完全靠大家問問題 那現在這個QR Code 我不知道大家掃不掃得到 如果掃不到的話 我們可以就是稍微調整一下 但是好像能夠調整的幅度是比較有限 這樣會不會好一點 這樣應該比較少了吧 那大概就是從現在開始到時間半 大概九十分鐘的時間中間不熟悉 完全是用大家想要問我的問題 來當作我演講的內容 那如果掃得到QR Code 就現在應該已經可以看到一個可以留言的聊天室 可以試試看留言發問 那如果還是掃不到的話 那可以手動輸入這個網址 slido.com 然後輸入010-010-0 不用輸入 那不管是透過就是輸入網址的方式 或者是掃票客的方式 那這個空間都有兩個特點 一個是說 如果有人已經 有沒有掃到嗎 有 OK 好 如果已經進來的話 可以試著就是 我不知道 說早安之類的 好 大家就試著留言看看 對 那這個空間有兩個特點 那一個特點是說 它是匿名的 所以大家在留言的時候可以發現說 你可以完全匿名 你也可以取一個自己喜歡的B名 然後 那 你好像就有人出現了 希望你喜歡 聽起來這個稱呼麻煩 對 然後 另外一個朋友 非常乖的 就直接留著早安兩個字 我只是舉例而已 不希望你真的留著早安兩個字 好 那 所以他有兩個特點 一個是說 那第二個是說 你可以按讚 好像你如果比較希望我 就是回答他早安的話 你可以幫他按讚 你如果比較希望我回答這個 請問你喜歡聽起來這個稱呼麻煩 你可以幫他按讚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已經有兩個讚 在上面 所以讚的數量越高 又會自動往上浮有沒有 然後 最新的問題 追問等等 會放在右下角 有時候是念不出來的 好 平常就是三個讚吧 那 但是沒有關係 這個就是正常能量釋放 因為大部分這種 就是90分鐘不休息的演講 中間大家總是會手癢一下 然後就是 找個地方按個讚 然後地方發個廢文 這個我都是非常了解的 所以這個部分 就是在這邊 那有時候有一些 臨時動議啊 好比像說什麼 冷氣不夠冷啊 冷氣太冷啊 光線太暗啊 光線不夠亮啊 之類之類 那這些部分也是可以 在這個地方來處理 那所以在 這幾分鐘裡面 我就會盡可能的 以大家的問題的排序 去回答 那但是 大概不太可能 全部回答完 所以就是現在拉票 就變成一件 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如果你希望 你的問題應該回答 現在就是一個 王左林優勝 拉票的一個 好時機 那所以大概 應該沒有問題吧 時間、空間、結構 都OK OK了 好我們就開始了 好 那有十七位朋友們問說 請問我是不是喜歡 天才這個稱呼啊 我覺得還好耶 我覺得這就是大家的創作嘛 反正我是一個素材庫啊 那好像說 客委會主張說 什麼唐鳳國台灣 老婆更天嘛 那個就是客委會的創作 那這個 日本這個主張 我是什麼天才IT大臣 那就是他們的創作 我不會覺得說 跟我有什麼關係啦 因為畢竟就是 我們是這個民國嘛 是執監力全的公佈國體制 到底沒有國軍哪裡來大臣 那但是就是 日本把我叫做大臣 我也覺得說 這是他們的文化裡面 可以接受的一種講法 所以我就覺得 就是他們的創作 創作我們就尊重那個創作的自由 但是我沒有特別覺得說 我一定要喜歡 或不喜歡 或是要迎合他們的那樣子 一個講法 所以就歡迎大家 用各種各樣的方式來創作 我並沒有什麼很固定的人物設定 就是像是初音一樣 就是可以配合各種各樣的人物設定 所以這個稱呼我覺得就是 許許多的稱呼之一 不會特別覺得是好的或不好的 有14位朋友問說 會建議現在的父母 要怎麼樣給予小孩網路 跟3C設備 我自己是用3C設備有一個原則 就是我不會用touch screen 那就是觸控式的螢幕 那用的話也是很輔助式的 我絕大部分的時候都是透過這支筆 或者是透過鍵盤來操作 那當然就是這個意思就是說 我最近不需要去想要不要買iPhone的這個問題 因為iPhone是沒有觸控筆的 所以就直接沒有購買的想法 我並沒有說這家手機也可以 但是就是我用手機的時候主要也是用觸控筆 在使用 那這樣子的好處就是說 它不會讓我覺得好像它是我的身體延伸 因為當它的就是顯示幕的就是刷新的頻率太高 然後又是觸控螢幕的時候 它會讓你的大腦覺得說它是你的某個器官 就是它是你的身體的一部分 那這個時候就很容易出現成癮的狀況 那但是現在小孩確實是 就是它如果看到像這種螢幕它滑一滑發現不會動 它會覺得螢幕壞掉了 所以看到我們當年真的是蠻不一樣的 所以就是說我還是會建議說 在一開始就是跟觸控螢幕相處的時候 是經過某種終界的 不管是透過筆也好 不管是透過鍵盤也好 透過什麼也好 就讓它不會有這樣子的一種就是申請 那這樣的話就是會有就是它來使用這個技術 而不是這個技術使用它 然後也不會變成是說好像在聽演講的時候 還是手要感覺到手機表面 感覺比較有踏實感 就是要找到一些東西按 不然過一陣子手會發抖等等的這種 就是成癮的這種現象 那這種大人都很難避免 那小孩何況是小孩 對所以我想最主要就是對於 修讀設備的這樣子一種貧困腺素 這是我個人的一個看法 那當然就是每個人的想法不一樣 而且說不定我是特別容易成癮的體質 說不定大家都沒有這個問題 也絕對不會想要按什麼東西的讚 那當然這樣就很好 有十二朋友們說 這個好開心可以看到本尊 我也非常開心能夠看到他家 有十二朋友們問說 資安就是國安 政府現在也是想要資安很重要 但是仍然有許多政府單位 沒有配置專職的資安人員 請問對於這個問題有沒有解決的方式 確實是這樣子 就是說如果我們是看到這個 政府安全法還有實體細則的話 其實有很多地方講到專職的資安人員 但是目前實際的狀況都是專責的資安人員 意思就是說你除了專責之外 你還要堅持去做別的專責 那所以就是這樣子就很容易造成爆肝的現象 那爆肝當然長期下來是對健康很不好的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我們也有發現 那當然現在的主要的一個挑戰就是說 我們在訓練的時候 並沒有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資安止息 它是資訊止息 然後但是裡面又有一些資安的課程 但是當你就是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其實重點就已經不再是資訊系統的兼職 或者採購委外維護等等這些東西 而且你必須有點像是藝術家一樣 就是在一個新的系統做出來之前 或者它被用新的方式結合起來 做新的目的使用之前 就要用超前部署的去用那種黑帽駭客 會想的方法去攻擊 那而且這裡面的攻擊 也不一定是竊取就是個人資料等等 我們在資安上面我們知道說 只要是讓使用者不能夠正常的使用 那其實這個也是一個資安事件 也是應該要有資安通報的 那所以就是如果壓力測試 都是假設說使用者是良好的行為者 然後每個人的做的事情都一模一樣的話 那這樣壓力測試當然很容易就通過 但是我們實際上線的時候就會發現說 就是民間有非常多擅長寫強票機器員的朋友 絕對不是就是用一般的方式來使用網站 那很容易就是一上線之後 就什麼券什麼券就很容易就碰到 denial of service 的這樣子一個狀況 就是說就當機了 這個絕對不是在說財政公益三種 沒有推出什麼券 是另外四大券 多多少少都碰到了這樣子的一個挑戰 所以確實這是一個問題 然後大概第一個就是要有資安的 專實的執系跟資訊的執系 一定程度上是切開的 它可能還是一個大的執群 但是不會就是被sosum進資訊執系裡面 那第二個部分是說 可能大家也有聽說就是 接下來會有一個數位專責機關 那數位專責機關裡面 我們應該是會有一個三級機關 然後專門來負責的資安的部分 那當然它就是到底有沒有那麼強的 有點像法務部連陣署之於陣風人員的 那那麼一條邊的這個事情呢 這個因為我理解目前人士行政總署 還在審慎的討論中 這個還在上榜接浪 那但是如果有一個這樣子的一種 就是比較像莊主軟機關 這樣子的一種編制 而不是說現在是有點三路各處的 新建民資安處 它作為一個業務處 它卻要統籌全部這些事情的話 那我們在這個就是career pathway 就是一個人的申請管道等等 它也會比較清楚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覺得就比較容易有專職專責的 這樣子一個資安人員 所以也是非常期待就是接下來 組織法送到立法院 假設立法院終於恢復能夠審法案的話 能夠快一點通過嗎 那有些朋友問說 35- 這個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可能是AI的編號 您覺得AI完全掌握醫療跟科技居家保全 甚至將來有全面智慧社會 會發生機器戰警 被人為操控之類 或者無法接控 如何方式漏洞 目前已經發生駭客欠入居家保全 小孩在家出現陌生人聲音的這種恐怖的畫面 真的小孩知道在家打開電視 就出現陌生人的聲音 真的是蠻恐怖的 但是這雙門電視機裡面是陌生的 但我的意思是說 這就看我們怎麼看AI了 AI在我的看法裡面叫 有一個臨時動跟妳說 雨速好快喔 可不可以放慢一點嗎 我沒有辦法 就是放慢我的字跟字中間的這個速度 但是我可以在標題符號 例如像是逗號 的時候多停一下 所以希望這個部分參賽 可以滿足這位朋友的需求 好 那 對我來講 就是 AI是assistive intelligence 就是輔助式的智能 那 這邊看的大概都是Terminator 機器戰警 那個是一個 我們小時候應該都看過的幾種電影 但是呢 我小時候主要不是透過電影 來認識這個AI 我小時候主要是透過漫畫 在那時候叫做小叮噹 但是現在已經不叫小叮噹 叫多拉A夢 我覺得很失落 但是不管它叫做小叮噹 還是叫多拉A夢 其實 Termination的漫畫 當然後來也有改變成電影 都是讓我們看到說 如果AI它是輔助式智能的話 它的兩個很重要的 跟Terminator 跟機器戰警 不一樣的特質 一個是我們叫做Value Alignment 就是說如果你是輔助式的科技 其實我們生活中有很多輔助式的科技 助聽器 或者真的要講這個眼鏡 也是輔助式的科技 它的目的都是說 是empower the user 就是讓使用它的人 能夠恢復或者充滿人性尊嚴 是讓它的能動性增加 而不是去剝奪掉它的能動性 你要運用輔助科技 當然是希望說 你可以像其他人一樣 倒不像說我有近視 我就可以像沒有近視的人一樣 可以看得清楚彼此 可以互相溝通等等 但是絕對不是說 這個眼鏡就把我看到的東西 就賣給廣告商 或者是說 讓我看到一些關鍵字的時候 就為了我的心情好 就把它屏蔽掉 或者是做各種各樣其他的事情 所以就說不管是強迫被輔助的人做什麼 或者是說去監控被輔助的人 或者是說去讓被輔助的人 覺得他做了某件事 但是其實把它和諧掉 這些事情就是 我們所謂的 negative freedoms 就是 freedom from surveillance freedom from coercion 這些就是 我們在方向輔助科技的時候 要確保的事情 所以AI也是一樣 作為一個輔助者的智能 它當然可以幫我們去 做很多自動化的事情 但是必須要以我們最佳利益為出發點 不然的話我們為什麼要讓他進入我們家裡 為什麼要告訴他我們的個子 這是完全沒有意義的事情 因為像有很多的職業 像醫生啊 這個護理師啊 等等 就是你都會告訴他一些關於你個人的諮詢 會計師、律師等等 那這個前提就是說 他是以你的最佳利益為利益在行動 那如果他是以廣告商 或者是什麼集權政府的最佳利益行動的話 你當然不可能告訴他這些事情 所以Value alignment很重要 那但是我們要怎麼樣確保說 不是寫程式的人也可以知道 他是以你的最佳利益為行動呢 那就是他有accountability 就是要給得出交代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在哆啦A夢或者說小叮噹裡面 他每次就是運用一個道具的時候 這個道具會產生出來的正面跟負面 大部分是負面的社會影響 或者是環境影響 那他都會給出交代嘛 就是裡面充滿樂觀主義的時候 只有他拿出道具來的那一瞬間 然後之後就是當他實際使用的時候 到底造成了什麼社會環境影響 他都會巨細泥的給出交代 讓你發現說 那你這件事情雖然看起來好像 讓你心想失誠啊 或者是說可以飄在空中啊 或者可以打個電話 世界就變不一樣啊 什麼之類的 那但是事實上就是 這些都還是會造成 就是後代的子孫也好 現在的社會環境也好 一些不利 那所以在這樣子給出交代之後 整個社會就可以知道說 那我們可能不要這樣子使用比較好 那所以簡單來講就是 如果去給出交代的社會車輛 跟給不出交代的社會車輛 兩個去相比的話 我們這個社會 需要有一種感覺 就是說 我們就把這個車輛先放在 我們的創新實驗條例 剪成沙盒裡面 讓它跑個半年之類 那在這個中間去限制它的速度 去限制它能夠運作的地方 然後讓大家都看得到說 這個真的是尊重我們的 這個社會倫理的 真的是能夠守秩序的 而且如果真的發生什麼 開到安全道之類的事情的話 它可以給得出完整的一個交代 那如果這些做不到 我們就不讓它進入我們的生活 如果做得到的話 那我們就再提高速限一點點 再讓它進入我們生活一點點 但是隨時還是要保持這個accountability 所以大概就是我們防止漏洞 一個比較結構性的方法 就是透過整個社會部門 共同去了解這個 有一位愛玩客 跟九位朋友們問說 台積電在台灣是一個人物靈 不是 是一個人的物靈 差不多 那台灣還有什麼產業 可以成為下一個台積電 我是覺得要成為下一個台積電 不是很有意義的一件事情 因為台積電是 但是在它的那一個產業鏈裡面 一個非常特殊的一個生態位置 基本上是幾乎是別無分號的 那就像它用的那個光刻機 或者光刻機用的那個光刻膠 或者是等等 就是在那個分工鏈裡面的 每一個大概都是別無分號的 那所以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你說要成為就是下一個台積電 基本上是有點強能所難 因為它做的那個工作 比較適合這種就是跨國分工 然後每一個專門做進行做得很好 但是如果你做的事 好比像說服務業 包含金融業在內 或者是說現在我們看到 非常多的中小企業 它在進行這個工作的時候 它不像說材料業嘛 那我身上穿的這一件 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它是用咖啡渣跟回修的保特瓶 所做出來的咖啡沙 就是所謂的循環經濟嘛 那它有固態等等的作用 你說它要成為這個紡織業裡面的台積電 這句話到底是什麼意思 其實是沒有一個操作型定義的 因為它能夠跟各種各樣不同的材料結合 各種各樣不同的設計式結合 它的上游跟下游都是多對多的這種關係 那說僅此以下別無分號 大家在那個場面會覺得非常奇怪 那所以它當然有它的就是特殊的技術 可能有專利等等 但是有沒有可能到就是像台積電這樣子呢 大概是不太可能 所以但是我們的紡織業確實是非常強啊 而且在紡織業的基礎上面 也支持了現在新一代啊 好比像說最近我有去參加那個就是時裝周嘛 那就是新一代的設計師 去把我們這邊就是各個不同的族群的這種故事啊 特色啊等等啊 都把它變成就是在國際上面 讓國際可以看到說 這真的是一個非常跨文化的這樣子一種訴求 那這樣子的訴求又後面有很好的紡織技術 就是一個紡織技術可以去達成 而且又可以照顧地球 極能減碳什麼的 所以就是說它一次達成非常多的button line 比較不是像是台積電說 它專注做一個button line 那其他的就是它做到一個程度 那它因為它的規模 它比如說有綠點啊等等 它也可以回過頭來照顧 那總之是先發展到一個幾乎無可取代的地位 再回來照顧這些東西 那但是我們現在看到新一代的這一些 就是做得很好這些朋友 包含Gogoro啊或者是就是幫PizzaHut去那個 以及很多別的公司去讓大家在使用的時候更順暢的那個APR等等 那他們都是這種多對多的結合的概念 而比較不是在一個產業裡面去卡到一個不可取代的位置的那樣子的地位 所以光是產業這兩個字 說不定在我們目前的用法裡面 可能因為經濟部產業局現在還叫工業局的關係 那所以就是大家都是往製造業工業 而且是就是大的資本密集的部分去走 但是其實我覺得台灣最讓國際所知的 可能根本不是這個 而是我去非洲的時候 我去Isobya Isobya當時Alice Ave吧 應該是Isobya唯一的一個加速器 然後我去參訪 而且事前沒有告訴那些人 所以應該不是誰好的 所以我就是去那個地方的時候 螢幕上面就 它這邊有個投影 然後他們就是說 我們要怎麼樣讓南非的 像Rudiverse 就是南非過寶炸 等等的這些特色的食品 能夠為全世界所知道 然後他們就在那邊做這個 行銷分析 SWOT 什麼之類 然後螢幕上面的那個 Reference Class 就只有兩個 就是日本的壽司 跟台灣的珍珠奶茶 那所以可見就是 就是那些Isobya的朋友 大概都沒有聽過台積電 但是每一個都聽過珍珠奶茶 他們也主張說 就是說 為什麼大家看到珍珠奶茶 都知道是台灣 大家看到Rudiverse 都不知道是南非 這個顯然就是 這個國家品牌的那個力道 是不一樣的 那我一去聽到 就說沒有這個 台灣人都知道 Rudiverse是南非 來的 因為我們翻成南非過爆炸 但是 就是我們在做珍珠奶茶的時候 並沒有挑啊 並沒有說你要哪種茶 才能夠做珍奶 事實上 珍珠 就算是黑的或白的 或隨便什麼顏色的 也都沒有挑嘛 因為我們這個 珍珠奶茶的Made in Taiwan 不是像台積電所 特定的材料 或特定的製成Made in Taiwan 而是這個概念 Made in Taiwan 就是說你可以拿珍珠 然後加上披薩 不是披薩 加上奶茶 就可以就是享受到 這種開放式創新的成果 絕對不會有人來 高年輕盼專利啊等等 所以也許開放式創新才是 台灣的下一波的 在讓國際上面知道的這件事情 包含我們的防疫的 或者是防疫假虛擬危害的 等等這種台灣Model 都是台灣的 開放式創新的一個特色 所以台積電當然很棒 但是不一定要 下一個這個Unicorn也好 下一個台灣Model也好 要從台積電這個方向來出來 那我鬥號真的有稍微多聽一點 所以希望剛剛那位朋友 還可以接受 有十一位朋友們問說 想請問政委在進入公務門之後 與之前的私部門 感覺最大的差別 最大的地方是什麼 有沒有小白兔 誤入從年感覺 或覺得入獄得選 有一展長城的感受呢 有沒有曾經想 把退堂鼓勵開政界嗎 那大概 這是很多個問題 事實上是四個問題 我沒有關係 我就另一個來回答 跟私部門最大的差別是 在私部門的時候 我們只要照顧我們的使用者 就好了 像我之前跟Apple工作的時候 基本上如果你是用Siri 那我們想辦法用你的使用的 這個體驗變得非常好 但是如果你沒有Siri的話 說真的我完全不需要來管你 那所以這個是私部門的特色 就是如果我沒有照顧好這些使用者 自然有我的競爭者 可以去照顧好這些使用者 但是來工部門之後 就不是這樣了 我們現在在國稅局嘛 所以如果報稅軟體 有人用Mac或者Linux 他的體驗不好 你就不能夠跟他說 那你就去找別人報稅啊 只要只是幫他辦好移民這樣子 對 我們禁止一家別無分 你不用報稅跟誰報誰 對啊 那所以同樣的啊 就是說如果我們健保IC卡的那個界面 健保快意都沒有設定好 那我們也不能說 你另外去保一個全民健保 沒有別的全民健保可以保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們特別要在意的 反而是沒有使用我們的 數位服務的這些使用者 所以他的那個重要性 就完全顛倒過來 如果已經在用我們的數位服務 而且用得很好的 那當然我們就繼續參考他的意見 但是呢 沒有在用我們的數位服務 而且並不是因為數位服務不存在 他是覺得真的很難用 他寧可臨貴來用的這些朋友 那就會特別吵 那在以前私部門的時候 我們就說 那你就去用競爭對手的產品 難道我強迫你嗎 那但是現在在公布 還真的是我強迫你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就必須要 就是比較 比較有一種 那你行你來 這樣子的一種態度 那在私部門比較沒有那麼強的 說你行你來的這個正當性 因為就是他行 他去別的地方 不一定要來 但是在公布門的情況下 像有覺得 砲學人體難用到爆炸 這是一個真正的念書案 大家都知道 卓志願的這個提案 那當時我們就可以說 那沒有關係 我們開門造劇 你行你來嗎 那就是把會炒的 不是有糖吃 是會炒的到廚房一起炒糖吃 所以是口部炒變成火部的炒 那為什麼他會那麼在意 當然就是因為他專業 專業的才會在意 所謂誰在乎誰痛苦 所以還因為那麼在乎 就是看到標牌體都很痛苦 何況是我們本來那個標牌 暴水軟體 所以他就非常非常專業的去搜集了各種 非常包含說 什麼就是難用到爆炸的原因 到底是什麼 好比像說這個姿態多 然後或者是說這個 他的動線非常奇怪 或者是說就是試算完還沒有送出的時候 會跳出每一區國學曲還不一樣的一個娃娃 然後用標牌體寫說這個 感謝你對國家的貢獻 你看好 在別的宣傳品上面看到都會覺得心情蠻好的 但是在爆炸的時候看到就有點風刺的感覺 當時他的那個講法就是說 所謂痛快 就是痛的就快一點了 快快一點結束 沒有這個問題吧 我還可以就是去買一些什麼飲料啊 這個就是珍珠奶茶 購賞自己 但是你要在 我在那邊等三秒鐘 看那個小娃跳上跳下 那這個對國學曲的感受就未必那麼好 所以後來我們就是採納他們全部的這些意見 就變成新版的爆炸軟體 所以其實這個我覺得沒有什麼就是好或壞 就是公務員跟私部員 本來他運作的邏輯就不一樣了 但是這個確實是跟很大的差別 有沒有什麼小白兔誤入叢林的感覺 這個應該不至於 因為我們家三代都是軍公教 所以其實我已經非常了解這個就是公務文化的這個習慣 那何況我是見習轉正啊 我是2014年底 呃跟就是當時毛衆會院長的內閣裡面 蔡月齡政府委員已經合作過一段時間了嘛 那所以當時我等於是他的專案顧問 那現在有一個很流行的講法叫reverse mentor 不知道怎麼翻 反向倒式 怪怪的 見習顧問 一個見習顧問的一個假設 那所以在當時其實也已經在 不管是仁總啊 文官學院啊等等 已經跟上千位這個公務的同仁有交換過 意見也一起做過非常多就是跟林杰討論的一些專案 那所以當時應該不是誤入總林嘛 應該就直接就是在總林裡跑來跑去 而且大家都很照顧我 所以我也覺得說 當時我跟林杰老師勞固協商的時候有很多條件 但是其中一個條件就是說 我會希望說我到了政府來之後 還是類似見習顧問 見習拿掉 類似顧問的角色 就是說我是給出建議 但是我絕對不會下命令啦 那別人也可以給我建議 但是我也不會聽誰的命令啊 那大概就是跟之前在政府外面 是一樣的一個狀況嘛 就是說我如果看到有什麼可以幫助大家 我提出來 但是我絕對不會去督導 某個特定的部會的首長 所以大家是不會叫我長官的 如果叫我長官 我假裝沒有聽到就飄過去啊 這樣子的情況 我覺得是蠻如魚得水的 那確實是 不只是我自己一直在常才啦 我們當時也是說 每一個部會 那甚至民間的朋友 他都可以自願就是借掉到我們辦公室工作 目前大概有20位朋友 大概一半多一點是常人文官 那這些朋友的特色就是說 就是他們都有一些創新的想法 那我對他們我一個要求 其實就是他們要work out loud 就是說不怕讓其他的部會 知道他正在做什麼 或者是怎麼做的 那也就是說 他所做的事情 必須要都無設這個機密啊 什麼之類的 因為我們在我們的辦公室是 就是做的事情 大概都是不怕人知道 只他人不知道 對 那兩些事情啊 那所以 也不是只有我 我有一張相片的感受 我想每一個借掉過來的朋友 大概都有覺得說 那原來公布門也可以這樣子玩 實在是太棒了 那所以我是覺得 這個是有點像是一個prototype 就是我們先去證明說 即使是在 就是我們本來就是在用縱向的公物文化裡面 也可以存在一些空間 讓大家好好朋友透過網路 大家彼此工作的話 就不受工作時間跟地點的這個限制 那又或者像說 如果彼此不下命令 也不接受命令的話 那就是不管是長官或者是署官啊 都可以在 或者像說slido的這種空間裡面 提出有道理的論點 比較不會有說 就是長官一講話 這個書官都不敢講話 等等的這種狀況出現 所以慢慢的把公物的文化 去做一些調整 那這些調整 有些也不work 不work的 我們就告訴他 就不work 那但是有些蠻work的 像總統被黑客松 那這樣子就會變成是 所有的公務人員 都可以去參加這個每年一次 那總統每年會頒五個獎座給五個團隊 那每一個得獎的團隊 他其實沒有獎金 但那個獎座是投影機 一打開就投影出總統頒獎給你的畫面 是一個神助派 那所以如果你需要回家裡 就是回那個就是部會去做協調的話 如果你的主命說 這個跨部會很麻煩 沒有預算什麼之類 那你就把總統投影出來 然後他說 你看總統答應我這個 我花三個月做的事情 那接下來十二個月裡面 一定變成國家級的公共政策 那主命就會趕快去協調 那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其實這個就是把 就是公務人員創新的時候的 風險減到最低 如果這個花了三月真的做不出來 也沒有得獎 你就主張說 我只是去參加 就是民間提案的一個黑客松馬 只是去參加幾個週末 現在可以請公假啊 那然後 但是如果真的有做出來的話 你就可以說 這個一開始就是我的主意 那所以就是說 再吸收風險 並且增加大家 快樂的情況下 希望大家都有一掌常才的這個感受 那有一位 有另外一個部分說 有沒有曾經想要打退堂國 離開政界 其實我現在有沒有在政界裡 我都不是很確定 我覺得我現在就是 好像還是在當顧問的這種感覺 對 那我想大概分成兩個 一個是說 確實一直有人問我說 要不要 就是透過傳統單一正職的方法 跑去選個什麼市長啊 什麼之類的 那這個從就是 很久以前就有人問我了 那所以我當時就是說 那我要回去問我家人嗎 那因為我爸媽 外婆阿嬤什麼都在淡水 那我每兩個禮拜會回淡水一次 所以我就去問淡水阿嬤 然後淡水阿嬤就說 這個我如果一旦就是競選的話 那整個社會都會覺得說 你只為一部分人工作啦 那另外一部分的人 大概就不會特別覺得你在幫他們工作 就算你實際上還是在幫他們工作 但是會有這樣子的印象 那他覺得這樣子很不好 因為三代都是軍公交 他覺得說是為全民而工作 所以他是希望說 那我就繼續在這個為全民而工作 這個位置上面 那就不要去說好像排除掉 這個所謂敵對政黨 什麼完全沒有任何黨派嘛 那所以這個就是說 我既不會所謂離開政界 但是也不會再往 就是傳統那種政界走 大概就是在這個 我們叫做拉格朗日典的位置 就是在可能政府在一邊嘛 然後這個民間的這種社群 社會部門運動在另外一邊 那我就是在兩個天體中間 有一個叫做拉格朗日典 我示範三個 叫做拉格朗日典的這個位置 那他在這些位置裡面 他的被兩邊的中立場影響的程度 是一樣的 所以就可以就是比較如魚得水 不會變成說好像一下子就被吸進 某一個中立場裡面 這是我目前的這個狀況 有些那位朋友們問說 請問我是不是覺得學歷勝過一切 如何導致台灣的補習文化 以及減輕孩子的負擔 那這個問題很故隱 因為可能知道我國中異業 所以就來問我說 會不會覺得學歷勝過一切 我怎麼可能說是呢 那我如果覺得學歷勝過一切 我當時就會念完國中 那當然這裡面可能有兩個方向來回答 一個是說即使是現在我們在慣行教育 就是國民教育裡面 在去年12年國教課方通過之後 學歷也不是只是就是你最後拿到那一張整書了 裡面有至少一半的部分 包含所謂的學習歷程 所以學習歷程也簡稱學歷 那所以學習歷程呢 它就是每一個人都完全不一樣 就是你看到想要解決的社會問題或環境問題 或者是說你想要探索的一個方向 那不是靠學校老師告訴你說 有什麼標準答案 通常都沒有什麼標準答案 而是說你可以去就是揪一團人 然後一起去解決這個問題 或一起去倡議說這個政府應該解決這個問題等等 那像這樣子的一個就是共同創造的歷程 到最後就會放到你的作品集裡面 我舉例子 他比方說我們最近在行政院才成立了那個 就是行政院的叫做開放政府國家行動方案的 小組的一個委員會 那委員會裡面就是一半是政府官員 然後一半是民間人士 那我是招集人算各一半 對 那然後所以是一個就是非常平衡的一個國際組織的叫做open government partnership的這樣子一種就是組成方法 那在裡面我們民間委員的部分呢 有一位才19歲的朋友叫做王宣如 那為什麼他會變成國家級的這個新設的小組的民間委員呢 就是因為他在16歲的時候曾經有在我們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 就是卓志遠提案說高學人體能用到保障的那個平台去提案說 希望我們禁止一次性的這個塑膠吸管等等的這種餐具 那特別是在內容的情況下是都可以理由的 那他就附了很多圖片 什麼這個海龜咬到吸管的圖片等等的這些圖片 到線上的像不素質可塑膠的素的那樣子一個社群裡面 一瞬間就捲動了超過五千多人 那這五千多人來連署的時候 因為我們只看得到提案人他取的筆名 當時王宣如取的筆名叫做我愛大象大象愛我 所以我完全不知道他是誰 然後也完全沒有辦法profile他 無法破壞他 所以我們就覺得說一定是某個環團的大佬 因為不然的話不可能一瞬間五千個人來連署 但我們真的就是去約到這些做一次性餐具的廠商 然後去跟他面對面的時候才發現 這個十六歲的一位高中生 那我問說那為什麼你會提出這個提案呢 是不是受到什麼瑞典還是哪裡的別的高中生的影響呢 那他就說不是這是我們的公民作業 那所以就是他們的公民老師在課堂上面介紹 說有這樣一個連署網站 而且他的課堂作業就是叫同學回家去找出他覺得可以動員五千人的那種題目 然後他就很成功就動員了五千人 所以這是他的課堂作業 事實上真正要講這是他的就是國民教育的學習歷程的一部分 那當然這個就很成功嘛 我們可以看到現在我拿這杯咖啡 上面是幾乎我想要用習慣也不知道要怎麼用 的狀況他變成直接喝了 然後而且在過程裡面他也去跟實際做一次性餐具的這些廠商溝通 那這些廠商很多都已經五六十歲了 說他們當年投入這個行業的時候 他們也是有社會使命啊 就是當年B型肝炎很嚴重 所以如果你不用一次性餐具的話 那就是有點像是我們現在的可笑國家隊 他們當年是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所以我們當然肯定他們的貢獻 但是B型肝炎現在已經有藥可以治好已經治好了 那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他們也在看說有沒有什麼價值的一些方法 那後來就想說可以有生物可分解的布炭的這些材料啊 那或者是說玻璃的或不鏽鋼可以重複使用啊 我乾脆設計成不需要一次殘劇等等 那所以這個就變成是這些年輕朋友的這個倡議 他引領了我們的方向之外 他也讓就是本來的這些產業有一個更高附加價值 而且可以透過群眾募資等等的方式 幫助他們轉型的一件事情 所以這個學習歷程我覺得任何就是他未來不管求職啊或者是創業啊 他只要拿出去就問說你有沒有用過塑膠習慣 馬上就變成一個他跟就是對方可以立刻平息平坐的這樣子 一個學習歷程 那這個我覺得比起任何一個大學或者研究所的學歷 都要重要很多 好比像說我們我自己啦 在開發像萌典這樣子的字典 我也有很多朋友們一起開發 裡面也有很多是學生 那他未來不管是求職 或者是去就是介紹他的創業的題目的時候 他是要直接問對方說你有沒有用過萌典 真的你的小孩就是用萌典嗎 那這樣子這個就比他出來他是從學校畢業的 要就是更有意義的多 那如何導致台灣的補習文化呢 就是去要求大考中心呢 就是以素養導向來命題 而且這一次好像大家已經發現了 往素養導向就是已經移動了 那就是要求高教 就是也是運用學習歷程至少要到50% 當然也可以更多來當作就是看入學的這個條件 所以我們很快就發現說補習班已經補習班其實都非常有彈性 因為他們也是中小企業就是非常知道怎麼求生存 所以我們很快就發現說 已經有這個社區營造地方創生為主題的補習班出現了 已經有這個就是你報名補習班 他就是帶你去登山戶外教育向山致敬的那種補習班出現了 然後現在還沒有用獨木舟環島的那種補習班 不過我想很快 所以意思就是說 那在這樣子的補習文化裡面 他累積的就比較是學習歷程 而且小孩的主導性也比較高 而且這樣子的補習班 他就不是在市場上一個無課取代的地位 畢竟已經有很多社區大學 或者做社交的朋友 他也可以提供小孩這樣子的場域 那所以就不會像以前那樣子好像補習班 變成好像主導這種就是有標準答案的 這樣子一種教育 所以我覺得這是蠻好的 已經有導正了 就是從大考中心跟高教開始就好 這樣子當然就是孩子的負擔其實沒有減輕 只是說他的負擔是他自己找的 而已喔 就是他自己找到一個他想要做的題目的時候 他就是現在小孩其實充滿社會使命感的時候 他是對自己要求是非常高的 所以這個負擔大概不會減輕 只是說是他自己要的 並不是人家外加在上面的 所以就是歡喜做單人的時候 這樣的情況 這位35dash蠻不錯的 這個問了很多問題 有十六個朋友們問說35dash 請問目前手機 尤其是iPhone 每次看重要的資訊 就出現討厭的廣告 這種消費者完全無法接受的廣告 應該是手機社群資訊 被臉書賣給廣告商 廣告內容可能是您剛跟朋友說 上一套老媽染髮了 居然立刻出現髮型商的廣告 有被偷窺的感覺喔 有沒有辦法 遞法規範 非常好的問題 可以 這當然可以遞法規範 現在問題只是說 我做一個簡單的調查好了 知道說你在網路上面買東西 那你收到之後有七天的時間 當然有些賣場是14天15天 這個先不管 至少有七天的時間 可以看 如果你覺得真的不適合 或者說你買的時候 覺得那個照片很漂亮 來了發現是一個模型 等等的這樣的情況 你都可以退貨 而且在網路上面 如果他給你勾一行字 說你已經答應放棄七天賤賞錢 你勾這行字是無效的 你還是有這樣子的權利 如果對方跟你有爭送 你可以去到消保官 或者是一路 如果他是大規模這樣做 甚至一路可以到公平會 但是總之這個是你不可以 以合約欲為拋棄的這種權利 知道我可以覺得什麼嗎 就是顯然是80%以上 好 那像這個朋友的例子 就是說 當你就是 就是留了個人資料 不管是臉書還是其他地方 那其實你隨時都可以要求 不管是臉書還是其他地方 給你一份副本 就是他手上到底有什麼 你的資料 即時的去更新它 包含是說你不想要用這個廣告代碼 你可以更新你的廣告代碼 甚至是他超過他當時搜集的目的的時候 你也可以要求刪除它 他如果主張說這個你在當時已經答應了 臉書的使用條約 你拋棄了這種更新、刪除、複製等等這些權利 那其實這個是不可以以合約欲為拋棄的 那所以如果你跟他有征送的話 那你就可以去循著某種方式去申訴他 而且是能夠得到一個主管機關的協助等等 那這一整套 跟剛剛那個小寶是一樣的這個狀況嗎 知道可以這樣子做的 知道具體怎麼做的可以去做什麼嗎 0個人 好 那所以我們就知道說消費者的保護 就是在網購、電商的這部分 跟我剛剛講的都是個資法裡面明文規範的東西 它的法律強度是一樣強的 可是它的執行的強度是完全天壤之別 就是大家都有試用期、猶豫期、賤賞期等等的第一手經驗 可能就算你自己沒有申訴過 可能也知道青凡滑流到底是怎麼申訴這件事情 而且消費者還非常的認真 但是我們在這邊 我們就個資觀 到底是誰呢 沒有人知道 那事實上當然標準答案是有的 就是不管是哪一個 處理你的個人資料的這個組織 它的目的事業組管器官 裡面很不幸要負責個資專責 但是絕對不是專職的那一位公務員朋友 就是個資官 那但是第一個你要怎麼聯絡到他 幾乎沒有人知道 那第二個在跨境電商的場景裡面 就算我們最後像FB其實 不管是報稅的部分 就是稅集登記的、境外稅集的部分 或者是他在台灣已經加入電源商演同樣工會的部分 縱使是這種他就是大到一個程度 我們已經可以跟他談判到一個蠻不錯的情況下 我們還是一般的消費者不知道說 那我要要求一份各自的副本 讓他給我我覺得給我的程度有限 或者是我覺得我明明改了我的廣告代碼 因為在iPhone上是可以改你的廣告代碼的 那但是好像有什麼效果啊 那到底應該去找誰呢 那其實還是不知道 那所以這件事情也是讓我們在接下來的組織法裡面 剛剛提到說 社會專責機關裡面會有一個資安的專責單位 那但是我們現在也認為說 應該要有一個個資跟隱私的保護 這樣一個專責單位 而這個保護專責單位 常常被人所挑戰的 就是說如果他是 好比上說他的主委是 這個社會專責機關的首長所任命 或是說他的預算 是編在這個數位專責機關底下 那別人就是做壞事態一定會去糾正 那但是數位專責機關做壞事態一定不會去糾正 一般都是這樣子的狀況 那所以我們就是有設計成 它是一個獨立的機關 那就是有點類似像 運安會治癒交通部這樣子的一個關係 就是想到運安會還是會想到交通部 但是事實上運安會的這些外部委員 都不是就是交通部的前沿 不是交通部來這個指派他們 那這樣的情況下 他們調查一個事故啊等等的過程裡面 就比較不會受到干預 而且也比較做出實際 不管是裁罰啊或者是inforce 等等見解的時候 就不會有那種個資法沒有主管機關 所以分散在各個主管機關 每個主管機關也不是很確定說 到底這個就是在網路上面網購 到底算是哪一個部會的這種 就是互相不太確定的這種關係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接下來 在組織法上面是很重要的 我們的立法其實已經有一些規範 只是這個立法它在實際執行的時候 因為當時各司法採取分散 是主管機關的這種利益的方法 那所以會變成在執行上非常困難 不像行政院之前小保會 現在小保處跟公平會 這樣一個很明確的兩極的這種關係 所以我想這個是我們在接下來 希望立法院當他們又可以審法案的時候 能夠趕快去通過 那有時問朋友們問說 資安跟服務哪兩全 我是先靠哪邊 那當然就是小孩才做選擇 當然兩個都要 其實資安跟服務哪兩全 的前提是說你設計服務的時候 沒有把資安設計進去 這個也是很多部會的資安專責人員 現在碰到一個挑戰 就是說是爛掉了才去找他們 而不是說在根本還沒有設計東西的時候 就找他們 讓他們用那種就是天馬行空的想像力 先去想各種各樣可能被打穿的那種狀況 因為你如果能夠超前付出 就是在設計的時候 我們就說secure by design private by design 這樣子的情況下 你在設計這棟建築物就是這個出位架構的時候 自然就會把攻擊表面縮小 那攻擊表面縮小的話 其實你就可以在每一個就是可能被攻擊的那個表面 都充分測試過的這個情況下 才主要把它上線 而且上線之後 這就好像說蓋一棟建築物的時候 你用的是防火的這個建材嗎 那你用防火的工法嗎 那這些其實都有標準的 那每一個都通過標準之後 你把它搭建起來 那大概就不太可能發生火災 但是如果一開始的時候都沒有先做這些 你在事後才要說 那這個我要提升它的消防安全等級 那而且不過它又是這個文姿 沒有啦 我們在世衛沒有文姿 但是就是當初寫的人都已經不知道跑到哪裡去了 所以也差不多等於文姿的地位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你要事後幫它加防火 那就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想就是資安跟服務那兩種全是在事後部署 我們靠的就是超前部署的那一邊 那大概就是在規劃新的系統的時候 可以用這樣的方法去想 那舊的系統怎麼辦 是不是沒舊的呢 好像也不是喔 就是你可以把舊的系統 這個怎麼樣都會被網路攻擊呢 就是把網路線拔掉嘛 不要連到Internet 就不會被攻擊 所以就是如果你可以就是實體隔離完全放內網 然後呢中間的這個就是互相交換的這一部分 就是把它嚴格的限制出 用所謂API first的方法 去跟一個舊的系統互動 這樣子不但你去抽換它成新的系統的時候 比較容易 而且你在一開始也可以就是 不管本來的系統整合商 到底是誰或者是COCO 到底還有沒有人會寫 你都可以先去用就是外面看到的API 去說那這套系統 我不需要知道它裡面的全部 但是我只需要知道說 它有符合資安規則的這些API 我只負責管這些API 而且除了這些API之外 它都沒有辦法去從外面連的到 不過這個部分其實財政部已經做得很好 是就是要配方各部會的這個模範或者導師 所以我覺得這是蠻不錯的 那有13位朋友問說 請問如何安排下班時間或者假日 什麼是下班時間啊 這個 沒有什麼下班時間 那為什麼是因為 我的工作方法可能已經有朋友聽過 所以我就很簡單講 就是我在白天的時候 大概都不下什麼判斷 就是大家想問我問題 那我就記得大家問的問題 有些問題我比較會回答 我就講比較久 有些不會回答我就說 那我回去問問看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有一個好處 就是說我不需要在醒著的時候 去特別選哪一邊站 有人問我選哪一邊站的這種問題 我一律都說我選每一邊站 像剛剛大家已經看到一個示範 那但是當然我們看到每個部會 一定都還是有每個部會的價值 每個部會不同的立場 當然啦 不然就會被組改成同一個部會 所以還活著下來的部會 每一個一定都是有一個不同的價值的 所以我們擔任政務委員 就是要調和這些不同的價值 每個部會講的也都非常有道理 像我剛加入內閣的時候 處理電子競技嘛 那這個電子競技就是這些運動員 主張自己是運動員 但是教育部體育署 當時不認為他們是運動員 因為沒有動到身體你知道 所以體育署就說 我們如果要承認他是運動員的話 那難道小孩早自習的時候 三十分鐘運動課程 難道可以去打電競嗎 這是難以想像的事情喔 他認為這是一種文化產業喔 那文化部就主張說 電競沒有一百年的悠久文化 當然電腦才多久 所以他這樣子的情況下 他沒有辦法用保存文化的角度 去保護電競嘛 所以他認為這應該是經濟部的事情 那經濟部主張說 這個就是他是管軟體 那硬體的工業局有這個科目嘛 那但是從來沒有聽說過 管球場跟球的製造商的 還要管到球員喔 所以沒有聽說經濟部 來管運動員的事情 那隨著無論如何運動員 應該還是體育署的事情 那所以這個據說在我當時 進來協調的時候 已經有十年的協調失敗的歷史了 那所以在每個部位都有自己的主張的時候 我在白天其實就是聽他們的主張 然後能記錄下來 然後在大家編輯十天之後 整個公開給包含PTT上面 八卦版 八卦、摩特、雅虎電競、摩古靈衣 我應該還漏了幾個 總是線上這些會討論電競的朋友 讓他們來看 但是我自己是不瞎判斷 因為我如果瞎判斷的話 很容易哪一個部位先跟我講 我就用他的角度去看事情 那後面幾個部位就很倒楣喔 那所以我是絕對不會做這些事 我是全部壞腦的 但是要怎麼樣去把網友的鄉民的意見 跟各部位的意見綜合起來呢 坦白說就是在我睡覺的時候做的 所以我睡覺的時候 才是我主要工作的時候 我睡前就是看完這些資料 腦裡不發出聲音也不下判斷 然後呢就躺下去 然後八個小時也不會播鬧鐘 然後就自然醒來 醒來的時候 腦裡就會有一個很創新的想法出來 像你電競的例子就是說 我們就把它叫做這個 我們就把它叫做記憶表演工作者 記憶表演工作者 三個部位都有關係 所以這是一個很創新的見解 那或者是說 我就會想說 鄉民講這句話有道理 下次我碰到文化部主密 問他 維琪你覺得是不是一種電競啊 然後他如果覺得不是電競 我就說維琪現在都是在網路上面比賽 而且電腦下的比人好了 它是一種回合制的電競 那因為文化部本來就對維琪 其實有輔導的專案 然後也有替代衣什麼的 所以就是說 那我們就說 為什麼你騎士及時的電競 這個專門加獎回合制的電競 之類 那所以就是後來文化部也發現 睡眠真的也真的會騎士一種電競 那所以總之就是在 我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的睡眠的狀況 才真的是在工作 那一個非常困難的題目 如果不是只有三個部會 而是五六個部會的話 我就要加班 就要睡到九個小時 才能夠去融化五六種不同的觀點 那九個小時通常就已經是最長的恭喜 再超過也沒有了 那然後 不過當然最近有一次 所以超過九個小時 其實是跑去看了一部電影叫做Tenet 就是天能 那看的時候是完全沒有理解它 就是感受它 那感受完之後 就睡了十個小時 然後一醒來就完全都看懂 對 就是大概就是在 我真正的上段時間 基本上就是在睡眠的時候 那所以現在嚴格來講 是我的假日 是我的下單時間 大概是這樣做給大家這個問題 有十三二朋友會說 有沒有可能幫公務人員做一個 類似公務者財產品呢 可以 而且之前還真的提案做過 那讓商機機關跟基層員 之前有更多直接的溝通 這都有兩個回答 一個是說PTT上面 其實已經有公務員版了 那所以在那個上面 其實已經有一些討論 而且我實際上是長期在那個版前選 所以很多我大概都會看到 那但是畢竟這個不是國家所負責的嘛 那所以我們的公務者財產品 就是join平台有個好處 就是說就算你是公務員 你也可以在上面提案 而且你提案說不用揭露 你是公務員 所以我們在上面就有很多 好比像說像休假都是用半天半天計算 為什麼不能用一小時一小時計算 就是有一位叫做瑪麗蘇菲的一位網友 我們看他的用字前詞 大概70%以上的機率推定 他應該是公務員 只是我們的那個提案是沒有辦法選字題 不然感覺他的那個措辭就很適合 不要改題 等等 等等 這是一種提案 那但是因為就是他是可以用筆名嘛 那所以我們也不知道他是哪裡的公務人員 但他講的非常有道理啊 就是說現在就是如果是半天半天請的話 很難去因應這種就是你隨時需要彈性的去 去吊害你的工作不管是對於家庭啊 自己進修啊等等這種習慣 那其實都就是很困難安排嘛 那而且這也不是人事新生總數系統的限制 裡面本來就可以選甚至選到半小時半小時都是可以的 顯然不是演算法的問題也不是作用法的問題啊 事實上就是一個慣例而已啊 那為什麼這個慣例不能改呢 那而且這個很有意思 因為人事新生總數接到之後 就去問所有各部會的人事故門說 有沒有人支持這個提案 所以調查回來所有人都支持這個提案 只是誰都不想當先提的那一個而已喔 那所以這樣子的情況就有點像那個就是幫貓掛鈴鐺嘛 那這隻貓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考試院啦 那所以這個考試院就接受到我們這個提案 那考試院因為當時還就是我們知道他們的任期跟我們的任期 在當時還沒有對齊喔 那所以他們當時就用一個比較就是四年到六年 可能就是1.5倍比較緩慢的這個節奏 在討論這件事情 考試委員也主張說這個你不能只是因為網友在那邊連署啊 然後好像做一個公務人員的民調啊 就改變這種這個慣例啊 他也沒有說為什麼不能改變或怎麼樣才能改變 他只是說好像不能只因為這樣就改變吧 所以他希望說全序部能夠寫出更有效的一個原因 好比像說因應時代變遷啊 因應遠距工作啊 因應什麼東西 總之就是那個作文的品質必須要高到一個程度 他們覺得說考委才能夠通過這個改變喔 所以我們瞬間這邊就連署 瞬間我們這邊就處理完也寫它完了 但是最後考試院拖了 對不起 考試院審慎研議了 大概一年 大概一年 才通過這件事情 那 所以我是覺得說當然現在沒有這個問題啊 因為考試院任期跟我們對齊了 應該都已經就是加快1.5倍速了 那 但是公務正式參與平台 特別是它可以匿名提案的這件事情 我覺得還是大家就是專職的公務人員 也可以參考的一件事情 你不一定要用就是公務人員的身份 你可以是先用一個鄉民的身份 那等到我們最後真的通過 現在真的可以一小時一小時請假了 我在Facebook上面貼出來的時候 底下馬上就跳出公務人員說 我就是瑪麗蘇 當年就是我提的 對 正式可以等到通過了 你才拿credit 然後 那如果中間這個整個研議的過程 你不想要被這個看成是就是 就是提出問題 但是沒有解決問題的人的話 那就是你就可以非常像在slido上面用 筆名的方式 在我們的join平台上面去進行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目前join平台 不管是機關自己透過開放政府聯絡人提案 或者是透過聯署的方式提案 我們目前每個月至少兩邊各會處理一個案子 那所以我是覺得大家也可以多參考 就是通常跟公務人員權益有關的 因為我們要協作哪些議題 大概都是靠每個部會的開放政府聯絡人 而這些都是常人往外來投票 所以出現就是涉及失誤 就是像一小時請假的這些事情的時候 還有最近我們還在協調一個說什麼 就是公務人員如果只是被什麼就是 控告說跟刑案有關 但是事實上調查都還沒有完成 而且說不定就是被亂講等等的時候 有時候在公務門內部為了 我也不知道什麼原因 但是總之就會先懲署一下 然後就是等你最後真的不起訴 再把這個懲署取消掉 那也有人提案說覺得這樣子非常的不合理 那尤其在警察那邊 他們好像有非常多這種例子 那保訓會有統計好像一百多個吧 還是兩百個左右 就是不是警察 但是也有這樣子的例子的情況 所以我們目前也正在協調這件事情 那這個也是從我們開放政府聯絡人 這邊投票出來的 所以歡迎大家多多提案 不管是透過開放政府聯絡人 或者是透過專門平台 那有13個朋友們問說 35-公務人員目前不被允許組織工會 確實是在無法為多數人爭取福利 沒有錯 有時候完全看遇到哪種長官 決定一切的對待 很好 這個社會標改點 包括鼓勵措施 大法官雖然說可以去行政法院救濟 但是訴訟還不積極 那您覺得呢 公務員組工會也會有何優劣 那具體的來講就是 我們爭議權就是可以罷工 當然是最上面 但是中間還有集體協商 那最基本的至少有團結權 就是我是工會成員 這樣子 那目前這三個都沒有 或者說如果比較嚴格來講 有半個 就是團結權有半個 就是協會的部分 可以就工作環境的改善 有一定程度的團結權 但是其他都沒有 而且概念上是什麼 特殊權利關係還是之類的 那其實當初 為什麼我在 就是進行政院的時候 需要勞募協商 因為我也是公務員員 那公務員服務法 以及政府資訊公開裡面等等 有很多就是 蠻亂七八糟的東西 我看起來 我比較說 就是就算我以個人身份 也不能夠評論這個長官 當然我長官沒幾個 但是也不能評論 就是長官相關的這個事物 或者是說擬稿階段 那除非是一整排長官都簽字同意 那不然的話絕對不能公開 除非對公共利益有必要者 得公開職 那這個必要性 也是我的長官決定 等等 那所以當時我的這個 勞固協商的條件 就是說 沒有啦 我主持的一切的公開 即使在擬稿階段 對公共利益都有必要 那如果院長覺得沒有必要 那我就不幹了 那所以這個就是在一開始 就有這個協商 那但是那也是因為 就是透過開放政府 來達到就是相信民間 因為民間如果沒有看到 我們在電競案 三個會不會怎麼 就是互相主張的話 民間也沒有辦法提出 那些很創新的見解嘛 所以顯然對公共利益 是有好處的 那所以我在當時 這個協商的時候 的想法就是說 這不是只有我一個人用 而是未來任何這種 就是機關內部 覺得在擬稿階段 吵起來 這個還沒面子 的這種情況 我們都可以透過一個制度 就是開放政府聯絡人的制度 去問民間說 好啦我們自己 真的不太知道要怎麼辦 那民間有沒有什麼 更好的見解 你行你來 那又或者是說 在公園人服務法裡面 關於堅持的那個規定嘛 那我即使是擔任 非營利組織 而且我真的都沒有拿薪水喔 那但是在當時 如果這個非營利組織 不是跟國內的主管機關註冊 它是一個國外的 國際性的非營利組織的話 我還是不能夠去兼職 還是不能擔任它的理事 那這是母法所無知規定 就跟請假請一小時一樣 那完全是一個內規 就是是權序部的一個解釋而已吧 其實這要說它是 法規都有一點 就是anyway 那所以當時就是 我們也去問權序部說 欸 母法所無知限制 你限制這個到底有什麼意義 有什麼好處 我們要參加 類合國或類合國周邊的活動的時候 我用一個國際組織的 這個代表的身份進去 我進去還是在講 我們政府的事情啊 那這個顯然 對我們外交只有好處 沒有壞處嘛 為什麼是不能這樣做 那權序部的那個承辦 看一看 他說我也不知道 為什麼不能這樣做 然後他就改了這個函視 那所以現在就是 任何公務員 他只要就是 公務人員 只要確保說 這是非營利為目的 即使是國外的組織 跟你的本質 不相違背 你的長官也同意 的情況下 其實你就可以去合法 做這種國際組織的堅持 那這個對我們的國際地位 還有外交等等啊 都非常的有幫助等等 那所以我是覺得說 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就發現說沒有團結權真的差很多 就是每一個個案都不會知道說 之前已經有多少個案 碰到這樣子的情況 然後那好比像說 決定要遠距工作的朋友 每一個自己提出 第一個掛鈴鐺 好比像我那時候說 我要遠距上班 那就要受到這個社會的這個公審啊 那當時就是他們有去一個民調說 支持唐鳳可以遠距上班的 好像六十幾趟 快七十趟還不錯 那但是覺得說唐鳳之外 其他人也可以比照辦理 這是同一個行啊 應該我可以大家都可以啊 那當時只有好像四十幾趟 所以這個就非常不對 因為如果有團結權的話 應該是說一個人可以的 其他人都可以 應該是有一個相同的依據嗎 不過今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其實大家都覺得 遠距工作是非常OK的 那所以無論如何就是 我們還是要至少先把 三個最基本的團結權的這個部分 把它爭取到 那爭取到之後 再往上的集體協商 然後再往上的爭議罷工 如果一開始就從罷工開始的話 那大概社會的支持度接受度 會比較低 但是如果是說 以我剛剛很具體的講的 各種就是其實對國家也有好處 不是只對我們個人也有好處啊 的這種就是工作條件的改善 但是不是工作環境的改善 那幾個字感覺好像就是只有什麼 就是重重花啊 或者是貼壁貼啊等等那種程度 工作條件的改善 那這個我想先從團結權的部分開始 我覺得是比較好的 那我也比較有信心嘛 就是因為就是我們知道 考試院的任期跟我們對齊了 所以其實人總在這個過程裡面 一直都是非常支持 像剛剛的這些講法的 只是說之前要跨院一些條而已 那之後這個院跟院之間的距離 應該是會比較比較短啊 所以應該就是考試院跟行政院 就可以把很多其實母法所無知限制 去進行調整的 可能比較不需要去行政法院 或那個院的距離 就是比較遠一點點 所以大概就是 我覺得把爭議權 稍微做一點點限制的組成 接近公會的組織 我覺得這是在短期之內 比較可行的一條路 有有一位朋友有一個多問你說 真的很有個人魅力喔 很少這個聽講演沒有睡著的喔 是一個這個 常常在這個白天工作的朋友 有時有朋友問說 台灣推不動線上支付喔 認為問題點在哪裡喔 大概主要的問題就是說 我們就是從政府的角度來看 對於去掌握這個 國民的消費的個資沒有興趣 這是主要的問題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的偽鈔基本上常常都會被抓到 這也是一個問題 還有就是說 在便利商店都有設置提款期 這也是一個大問題喔 那這些問題如果都可以獲得突破 就是說宣布不抓偽鈔 便利商店不能設提款期 然後以及就是 我們在整個過程裡面這個 就讓中央銀行來掌握所有人的消費主機喔 只要這三個問題得到突破喔 那電子支付也好 那電子支付也好 寫動支付也好 馬上97%以上啦 那但是我沒有這樣做吧 因為我沒有要捨本竹墨啊 這個這個就是 本是大家在支付的時候 要覺得他信賴可靠方便等等 那如果一個新的技術出現 好不像優卡或卡通 確實是很方便 那比起你在那邊就是找錢啊什麼來講 那所以呢 我也已經切換到這個很久了 但是我是今年才切換到 用這支手機來做這個支付喔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是今年的Android版本 才變成是 我可以在一般開著手機的時候 我不用特別再按一次指紋 或者再感應一次紅膜 或者是再輸入一次密碼 或者再畫出什麼圖形 他已經聰明到說 從我上次解鎖到現在中間 我的手沒有離開這支手機 他就推定說 這個還在我的控制範圍之內 那這個時候 我就直接把它放到便利小店感應器上 他就立刻就刷成功了 那因為只要讓我再多做一次這個動作 我的總秒數就絕對比 我拿出優卡或是優卡通 要來的長嘛 那這個時候對我來講就不方便 那如果為了要充KPI的方式 故意把本來的東西弄得不方便 那這個就完全沒有道理 所以我們每一次的創新 好比像說 像帶那種感應式支付的指環 那本來NCC說 那你感應的距離要1.5到3公分 不能超過3公分 那其實1.5公分是到2公分多 才是他真正的感應合法範圍 的時候 你要去感應的時候 手就會這樣一直扭著 所以不太會有人這樣支付 那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們後來就relax的這個長度 5公分 10公分等等都可以 那但是就是我們不擋路 這個是很重要的 但是如果這個東西不是真的比較方便 我們也不會覺得大家一定要切換過去用 那所以我覺得這並不是推不動 而是就是覺得方便的 那他就去用 那覺得比較不方便 或他有本來的支付習慣的 我們沒有要強迫大家來配合科技 這個就是所謂assistive technology 就是我們是來幫助大家的 不是來扭轉大家的使用習慣的 去充這個KPI真的是完全沒有意義 如果真的要充KPI 我們真的就要求 冰箱店不能設提款機就好了 就應該一瞬間就可以達標 但是沒有要做這種事情 那社會人們有沒有問說 國旅卡規定一半 刷觀光旅遊業實在是很沒有道理 請問我的看法是什麼 當然就是說 如果沒有這個一半刷公共旅遊業的話 那我覺得他就不要上國旅卡 那我在當時協調國旅卡的那個 也是眾議平台的連署案的時候 大家主要的爭點就是說 在民間會覺得說 國旅卡好像是公務員的某種福利制度 是除了我們收薪水之外 還額外拿的一筆錢 那所以這個額外一筆錢 有些回饋民間聽起來就很合理 那但是那次我們協調的一個主要的貢獻 就是在公開回應上面 這個主計總處說 其實我們如果不推國旅卡 而是照數去發那種就是不休假加班費的話 其實國庫會有損失 所以意思是什麼 就是國旅卡是一個對政府來講審錢的方案 對公務委員來講 個別的可能有賺有賠 但是平均來講是賠的 所以這件事情顯然它不是什麼 福利制度 它是一個就是神殿的制度 變相 它叫做福利制度 那所以這個我覺得對於像PTT 或者是其他的網路論壇 它是有一個教育作用 就是從那個之後就比較少 有人會說 國旅卡是這個公務人員的額外的福利等等 那每一次這個 只要再出現這個 那底下就會開始有人留言說 沒有應該叫爆肝卡 應該叫功德卡 應該叫做不休假假班卡 什麼之類的 所以這個我覺得真的對於就是公務人員 在網路上面跟大家就是分享我們工作的這個干顧的時候 就是我們都已經沒有什麼爭議全基地寫上去 至少不要就是被無名化 所以這是很好的 那當然就是後來大家就發現說 觀光旅遊業的定義啊 或者是說 就是到底哪些是特約商店啊 等等這些定義啊 慢慢都在放寬了 那對我來講就是 最後應該還是要到就是沒有國旅卡 就是回到就是大家不要爆肝 也不要就是不休假假班的時候 好像就是勞動條件有一點被剝奪 然後但是換一個名目 然後大家就覺得好一點的那樣子的狀況 就是勞動條件應該是怎麼樣 大概就應該是怎麼樣 那如果任何國民都可以申請國民旅遊卡 其實實際上也是這樣 其實除了國民也算沒有人要申請的這種東西 那應該是這個發卡自己推出 具有這個說服力的這種優惠方案 然後讓我們來申請 而不是說好像就說我們不休假假班 就折讓一下 然後就來申請一下 大概這樣 有時候有朋友問說 我們看看電子錢包能不能夠統一好的 那為什麼不是別的便利商店呢 為什麼不是全家呢 為什麼一定要統一呢 每個銀行都要自己放那個 那APP撞過完了 那當然這是我們剛剛講的一個題目嘛 就是說如果我們是要求大家都只能用同一個 那就會變成是說創新的這些朋友 如果做出更方便的的話 他也必須要回來適應這個更不方便的這件事情 那這樣子到最後就是Race to the button 就到最後沒有人要用的這個情況 那所以從我們的角度來看 就是說電子錢包之間的支付的那個代碼 或者是說所謂的TWQR 或者是等等這些支付的protocol 可以使大家在協定上面慢慢去一致 就是店家只要掛一個QR碼就好 就好像我們本來六張五張四張三張 現在剩兩張的QR 那大概就是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就是慢慢的去整合他在線上所能夠接取到的服務 但是如果這邊講的是APP的話 我是覺得APP裝不完 確實不是太大的問題 因為這個就會變成是 讓新的APP有可能能夠出來 然後主要還是APP的觸發的方法 就像剛剛講到 如果是我自動感應到正確的樣子的QR碼 欸 被笑意 先換一個麥克風 等三十秒 欸 等三秒 三十秒 OK 好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裝很多APP本身不是問題 而是說你要每個APP分別打開 分別輸入密碼 分別按指紋 或者身份認證等等 那個才是問題 如果我們可以透過 比如說單一的身份認證 像TW FIDO 然後從那個自動去接取到各個不同的APP 那身份認證這一層可以幾乎是自動的做完的話 那你感應到一個電話碼或一種NFC 它就自動跳出正確的那個APP的話 那這樣你裝很多APP 其實並不會特別影響到 就是你的使用的習慣 就好像說 我們現在在手機上面 很多人都有安裝很多即時通訊的APP 那這些即時通訊的APP 對我來講 就是我只要把那些通知全部都關掉 那這樣我裝多少個其實對我的生活 有沒有什麼影響 任何人要傳就是某一個即時通訊的連結 或者是加好友給我的時候 那就跳出一個相應的APP就好 我覺得這並不是一個太大的一個問題 主要還是在這個身份認證流程 那這一部分的話 當然就是國際上已經有FIDO2的這個協定 那我們提翻的其他部分 慢慢能夠跟上的話 我覺得就可以解決到大家 就是中間要重新認證的這個痛點 有17位朋友們問說 國水局是三級機關 但是是四級的編制 相對海關是四級機關 三級的編制 對國水局的員工非常不公平 也非常打戲 不確定打戲是什麼 打機 這個字應該念破音子 打機 請幫幫我們 好 那意思是說 下一包組別法案裡面 應該要趕快把這個寫進去 確實是我們最近在看 所有生子機關的時候 就發現說 確實有很多編制它是不是很合理 好像說只能有幾個數啊 或者是有一些像組改到一半 然後忽然間被暗暫停建的 像我常常有互動的那個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啊 它明明就是在做一個數的事情啊 但是它是一個處的編制啊 等等的這個情況 所以我是覺得確實 阻改是一件很有意思的狀況 如果每一次每一批送過去 立法院都能夠即時處理的話 那我們就有一個迭代的空間 但是因為上一批送進去 好像還沒有處理完 所以現在就會變成說 留下很多quota 就是在組改後理論上還可以再改 那但是因為第一波組改 都還沒有組改完 那我們也不知道要怎麼再改的情況 所以很謝謝這位朋友的反應 那我們也會回去 就是我之後見他 聖見到老師的時候 會跟他討論 不過以我的理解 還是奠基在說 這一批這一大包的 最後完成的那個組改 要先被立法院通過 然後在這個技術上面 我們才可以再來調整 新的總員額跟 新的三級機關配置等等的這些事情 今天的主題好像一直都是 立法院通過的速度 這真的不是故意的 完全是靠大家問題所決定 有12位朋友們問說 現在都在提5G喔 但是真的有那麼厲害嗎 5G的運用範圍這麼廣 台灣的技術真的成熟了嗎 有沒有什麼可能成為 資安漏洞的地方喔 5G確實是蠻厲害的 我現在用5G用了一陣子了 那我有兩隻就是5G的首席 那一直是CHT嘛 一直是台灣大 那我用5G最大的一個感受 就是說它會讓我 不管在哪裡 都有一種好像連到光纖 一樣的感覺 主要是低延遲 因為我常常跟就是國外視訊 那跟國外視訊的時候 延遲是最主要的一個問題 如果就是我講了一句話 那就是我現在可以看大家的反應嗎 就是知道說我講這句話 我逗號有沒有聽到夠久啊 大家能不能讓我講下一句話嗎 那或者是說大家點頭 或者說我趕快移動到下一個這個主題 我不要在這個上面 花太久的時間等等 所以就是說我們是靠這些 跟語言訊息來確保說 我們有一個共同在場 就在同一個空間 這樣子的一個感受 那這個在視訊上是非常重要的 那在此之前 如果我用4G跟我自己在用光纖 或光纖配WiFi 最大的一個差別 就是說我在光纖或光纖配 一聲音樂或配WiFi的情況下 這樣子的即時的連結 可以讓我有一種 我跟它在同一個場景的感覺 但是我如果用4G的話 可能因為它點頭之後 我半秒 0.3秒 才收到它點頭 所以我們就是有一種 好像都是在 就是對著某種 不知道不擔心之類 原偶等等 講話的這樣一種感覺 也完全沒有在場的感覺 那但是 沒有在場的感覺 並不是說畫質不清晰 4G的平寬 實際上是還蠻寬的 並不是畫質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而是說 我們就是 不是同時在場 對 那但是我自從切換到5G之後 就是前兩天嘛 這個我在 往宜蘭 就是 應該是礁溪吧 就是 的那個路上 整個路上 那我就是蠻意外的 就是 就是 就連在那個隧道裡面 都收到5G訊號 但是我得先切換到中華店 就是 台灣大哥 大概還有中間還是有斷掉 然後那個就是 延遲是幾乎是 非常非常少 大概二十幾ms 這是很棒的一個體驗 所以就算是在隧道裡面 然後剛出隧道等等 我都一路在跟韓國視訊 然後韓國就 就是 立刻就可以看到我們的 不管是隧道也好 或者是我們 這個宜蘭的這個街景也好等等 那所以他們就覺得說 這真的是有一種 好像可以大家都走出戶外 然後又可以在弟子身邊 的那種感覺 那我覺得這是目前5G 有受到做到的部分 所有其他的 就什麼8K啊 什麼即時 這個串流VR影音啊 大家可以 吉他手跟主唱在一個地方 然後Bass手跟鍵盤 在另外一個地方啊 等等 這個都 就是還帶努力 那但是就是低延遲的這一部分 已經有一個很明確的一個應用 至少在我的生活上面了 那有沒有什麼 可以可能成為 資安漏洞的地方 當然在5G的部署上面 我們知道在5G的很多應用 它為什麼能夠那麼快的 像車聯網 車子對車子 直接交換訊號 或者是跟旁邊的基地台 交換訊號馬上回來 而不需要到所謂的雲上面 就是因為它的雲端運算 除了雲可以做運算之外 端就是基地台那一層 也可以做運算 有所謂的open rain的架構 那這個架構當然是非常需要的 就是資安的投入 因為這個東西的資安 property 它的資安性質 並不是我們所熟悉的 不過我們也因為這樣的關係 在話題上說應該是沙輪嘛 在自駕車的時候 就已經有邀請這個資安的白貓駭客們 先來做過一個Grand Challenge 去把任何在這個場景 包含毫米破啊等等 可能會碰到的問題先找出來 然後會給就是一筆很高的賞金 不過到最後他們找出一些 設定上面的一些可以調整的地方 但是沒有一個真的變成漏洞的 所以就沒有人收到賞金 就是會有點失望 但是沒有關係 我們可以繼續辦這樣子的活動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們就希望資安漏洞可以就是 都被白貓駭客找出來 那就算有一些沒有被找出來的 也因為我們一開始是 就是secure by design 所以它能夠攻擊到一個眾生 它能讓影像去擴散到別的基地站 那身份證也是一樣的 請問新版身份證會對我們未來生活 帶來什麼影響 有一個我很想要的看到的影像 就是以後不會再有身份證背面影本 這件事情 因為新版的身份證背面 是沒有資料的 所以你給背面影本也沒有意義 現在的身份證舊版的設計 是正面是你的個子 背面是別人的個子 就是父母的名字 或者是跟你住同一個地方 那個戶籍地 或者是配偶的姓名 那我一直不知道說 為什麼正面放自己的個子 背面還有放別人的個子 這個意義到底是什麼 那而且就是現在值本身份證 很容易有一個患症的一個動作 就是不管是進出大樓 停車還是什麼 你就把別人的個子 連同你的個子一起交給警衛 當然警衛都是非常值得信賴 沒有錯 但是養成這樣子的習慣真的好嗎 我一直都覺得是很大的問題 像信用卡 你絕對不會說 別人跟你一樣 我要你的信用卡背面影本 然後你就把信用卡背面影給對方 因為大家都知道信用卡背面的那個3 就是那個CVV2的那個碼 別人一旦有了 他就可以幫你刷卡了 那你知道信用卡差不多等於報銷了 那所以這個顯然是沒有道理的 所以我是很希望背面影本這個概念 趕快消失在大家日常生活裡面 所以背面是完全沒有放個子的這一次 那在正面的個子的部分 也已經最小化了 那最小化之後 除了當然沒有什麼父母性 你能夠顧及地老 那配偶這個在經過原基地的討論時候 最後是有跟無 那所以除了有跟無出來 是不會揭露其他人的性命 那我覺得這是非常寂寞的一件事情 那在就是新的這個norm的情況下 首先就是 就不會有翻到背面的這個狀況 那背面放什麼呢 背面就是機器圖群馬 就是跟那個護照有一排紀錄馬 是一樣的 那你如果不想要被機器讀取的話 那你只要用一個非常先進的科技 叫做不透明膠帶 去把那個基督馬那兩排貼掉 那就沒有任何人能夠用機器來讀取 你的這個新版的這個身份證 那如果你就是覺得說 這個人家會把它撕掉的話 那你也可以就是直接用那個 就是不管是修正袋 還是奇異筆 還是什麼不可逆的 什麼別的東西 去直接破壞掉基督馬的那一部分 為什麼我可以這樣子講呢 是因為內政部現在正在預告中的 那個作業方法 特別講說 一張身份證 它之所以作為一個身份證 是一個合法的法定文件 完全是看它正面的那個光學識別的部分 它的晶片如果讀不出來的話 絲毫不影響它作為身份認證證件的那個效力 那而且呢 如果你只是要確認你的身份 的這樣子一種 不管是公共服務 還是其他服務的話 那它其實不需要讀取這個晶片的話 它不可以強制要求讀取晶片 也就是說 隨時都還是要有光學的 這樣子一個讀取的modality 的這樣一個模態 而不能是直走晶片的這個模態 那晶片這個模態當然還是有好處的 因為就是像我常常演講 演講的時候就要填一大堆個字 然後填的時候 就是覺得說第一個手看很痠 而且可能會寫錯字 那當然現在也有一些比較先進的 光學識別技術 像Line Pay Line Pay你在辦的時候 它就會要你拍身份證的正面 然後從身份證正面 直接把你的姓名什麼推倒出來 但是它的那個AI模型 顯然還蠻有問題的 因為在我試著在開通Line Pay的時候 我真的用手機拍身份證的正面 我不是背面 那他就把我的姓名識別成唐鳳鳳 那顯然就是 它的那個training model 都是三個字的名字 對於兩個字 就中間有個空格 不知道怎麼處理 那更不要說就是 如果是像原住民族的朋友的話 他如果有很長的一整串的話 那現在甚至有些還要手寫寫上去 因為他那個字傳太長了之類 那這些都在新版身份證可以解決 那而且之後如果是用 機器讀取的方式的話 就不用一直再介入這些字 但是總之就是你自己的選擇 如果你不想要被機器讀取 那就把它貼掉 那如果想要被機器讀取 因為真的可以省很多力氣 的話那你就把那個晶片的功能 就是多加使用 但是千萬不要把背面的銀本給出去 那或者是說如果你想要 也用它來當作就是自然評證用 因為像我一樣每年五月都不知道 在哪裡去找自然評證的 這樣的情況 不過今年也更不用找 因為我是拿健康卡去便利商店 但是因為就是說如果需要自然評證的情況 而且常常會忘記自然評證放哪裡 那這樣子的話也可以選擇 二合一就是把它燒進那個晶片裡面 然後設定一個八位數以上的密碼 但是如果你覺得說身份認證跟電子簽名 你畢竟還是兩件不同的事情的話 那你也可以跟我一樣分成兩張拿 就是沒有人強迫你做任何事情 所以我覺得就跟剛剛那個 行動支付的問題一樣 就是那些想要省力氣的 想要覺得說 那我其實都給電子簽名很方便 的這些朋友 那我們是絕對讓它變得更方便 但是如果覺得說 它看了晶片才安心的這些朋友的話 我們也不會強迫它 好像費用晶片不可 事實上已經有一個很明確的法規 在那邊說任何 不管是民間還是政府的服務 如果是強迫大家刷晶片的話 那這個其實是不對的 它不是這個身份證的正當的這個使用方法 所以大概是這樣子的一個循序漸進的做法 有實際上的朋友們問說 是不是有辦法使用資訊科技 改善少子化 以及房價高漲的問題 當然可以啊 那就是簡單來講 如果網路能夠取代馬路的話 那其實你在哪邊過生活 就不是太大的一個問題 那在疫情之前 我說這個遠距工作啊什麼 大家好像都覺得說 見面還是三分清啊 視訊只有兩分清啊 那所以就是 就是長官還是要看到 大家這個心情才比較好 什麼之類的 對那但是後來我們就發現說 疫情來之後 大家都接種了那個物理疫苗嘛 就是口罩啊 那有了物理疫苗之後 見面只剩兩分清啊 看不到表情 那反而是視訊才是2.5分清 2.6.7 這樣子慢慢往三分清去賣進啊 那所以 今年確實是一個很大的一個轉換 就是說 大家就真的發現說 視訊設定起來蠻簡單的 瀏覽器打開 打開一個連結 也不用特別裝什麼東西 而且現在手機的鏡頭都蠻好的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大家對於遠距是比較能接受 那等到越來越多的工作 都可以透過遠距去使用的話 那其實房價高漲就不是一個問題 就到一個就是房價很低 但是網路很快 因為比較少人分 那這樣子的地方去工作 那這樣子的話 自然就可以 一方面有非常優質的生活 可能就是一個禮拜 才需要來辦公室開會一次 那其他時間都可以就是 過著悠哉悠哉的生活 那這樣的話 當然也比較願意省小孩 這是一定的 那所以我現在覺得說 我們在就是做這個 5G的建設的時候 就是用5G就是各大電信 因為我們設計了那樣子一個 就是競標的規則嘛 所以他們現在就是 付了很大的一筆錢 那這筆錢就是在接下來 大家會用所謂越偏向越先進的 這樣子一個概念 然後特別是在 就是大家要移居到一個 比較沒有那麼都市化的地方 一定會問的兩件事情 就是健康權 就是長輩的健康照顧 跟學習權 就是小孩子那樣子 能夠接取到最好的教育 那如果健康跟學習 這兩個在台灣是公認 絕對是社會主義 就是國家要想辦法 刷健保卡就是社會主義 刷金融卡才是資本主義 在那個世界裡面 我們把這個 教育跟醫療 這兩件事情 把它做好的話 那這個 我們透過5G 既能夠做到遠距醫療 能夠做到遠距教育 那當然遠距醫療 慢慢往前推到 精準健康等等 那教育慢慢推到 重生教育等等 那這些我覺得 都是非常好的 那這個只要能夠照顧的話 那我想自然小小化的問題 就可以獲得一定程度的環節 那有13位朋友們問說 請問我對國稅局的服務 有什麼建議 我這一次就是 抱中所睡的那個體驗 實在是好極了 那就是拿肩膀卡到 本來可能路卡基還會壞掉 但是因為賣口罩 所以路卡基都修好了 的便利商店 真的啊 真的有一些本來是壞掉 然後就是輸入健保配通的密碼 那我也非常滿意 就是不是健保卡跟健保配通 是兩個密碼 是一個密碼 然後輸入之後 理論上好像不到兩萬塊 就可以直接去櫃台叫 那我當然有稍微超過 那但是也沒有關係 他就有個條碼 然後我手機掃一下掃一下 我就直接在便利商店 用手機 就完成總手睡的申報 那我真的覺得 真的是非常棒 然後後來我就把這個體驗 跟宿人商院長講 然後他就有個陣子 就是碰到人都會講這件事情 就是在便利商店 就陪報鎖的水啊 真正的 非常險景 對 那其實在便利商店 陪報地價稅 其實地方稅 都已經一陣子了 只是因為可能 讀卡基很容易壞掉 所以找人知道 或者會推薦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 今年真的是滿好的 那我覺得這個是大家 就是累積了很久 一陣子 就是這個服務的可用性啊 它的API啊 它的模組化等等 是測試到一個程度 那最後我們最後一頂路 這次因為疫情的關係 揭取上 所以讓越來越多人知道說 你不需要去實體的活水區去群聚喔 你可以在任何便利商店 而且剛剛講到說就是 爆還稅會想要喝一杯珍珠奶茶 便利商店也是有珍珠奶茶 所以這個服務就滿好的 因為他把我們的數位服務 然後接上了萬能的 就是便利商店的便利商店 便利商店的便利商店 那種服務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是 非常好的蓄勢整合的 這樣子一個體驗 所以是這次真的是很滿意 有11位朋友們問說 請問我到底多高呢 是比想像中大隻喔 確實是這樣子 就是大家常常就是 以而傳而說我智商是180 但是那個不是那個是身高 我身高是180 那就是 就是而且蠻奇怪的就是說 每一年因為公務員 都要做那個就是檢化檢查 那所以我今年才剛檢查完 然後身高就變成182 那所以我都已經39歲了 不知道為什麼還會長高 就是可能因為就是 象徵者就是這次防疫成功 所以大家都比較抬頭英雄吧 有11位朋友們問說 那請問政委最近在忙什麼 透過什麼樣的消遣或者是興趣來熟養 很好的問題 我最近在忙的 除了剛剛講到這個 就是身分識別證 或者是社會專制的機關等等之外 最大的這個工作還是 每天一大早 早上有時候7點不到 就要醒來 然後早上7點就要去跟 北美跟南美的朋友 就是我們外交部 北美司跟拉美司的朋友 安排的這樣子一種座態 因為他們都非常想要知道我們的台灣模式 不管是在假訊息防治啊防疫啊等等啊 的這些方面 那所以大概就是 尤其是美國東南的朋友 因為我如果比7點在晚 那他們就要睡著了 所以其實就是 必須要相當早起 那所以一大早7到9都是給這邊 那晚上的話 像前兩天嘛 這個晚上才跟德國的國會 他們有一個類似公聽會 的這樣子一個活動 然後去邀我嘛 然後還有就是 有兩位次長嘛 然後還有台選會的那個朋友等等 因為他們是聯權委員會 然後去進行這樣子一個 類似公聽會的這個討論 那因為德國是在另外一邊 所以我就必須要到晚上9點多 還在就是陪那些議員 討論 那但是我覺得是蠻好的 因為就是我們現在 所分享出來的這些東西 尤其是德國 因為他們的法系跟我們 比較類似 那所以我們這邊想出的 這些合法和現用 沒有宣布緊急狀態的 這些做法 對於他們就是 接下來在AI的發展等等 其實他們是很難找到說 價值跟他們這麼近似 但是又把他們覺得 無解的問題 好像都解的差不多了 的這樣子一個政體 那所以他們是非常樂意 跟我們學習的 然後但是也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大概就得加班到 可能9點左右 那所以最近最忙的事情是怎樣 反而就是朝九晚五的這段時間 好像都是消遣 不管是演講 巡迴等等 大概都是在一個比較輕鬆 歡樂的狀況 但是就是一大早跟班晚 大概都是在做 就是很intense的外交工作 那透過怎麼樣子的興趣來紓壓 然後我的興趣是叫做 Troll Hugging 這個很難翻 擁抱小白 就是說去網路上面找那些 會罵戰或者很酸 或者是人身攻擊的朋友 那就是你不要提到我的名字 則已 如果有提到我的名字 我會覺得我有具體貢獻 的話 那我就會突然間跑出來 然後就跟大家有一場對話 那這場對話 很奇怪就是說 我是絕對不會被他的那個情緒帶著走 我就會用一種比較幽默的方式 然後去讓大家看到說 這個他所提出來的這個問題 可能就是有很多他自己可以貢獻的地方 不一定完全是人身攻擊等等 所以這個就是我的一種消遣 就是去把本來很酸的 就要具有攻擊性的等等這些朋友 想盡辦法引導變成說 他對我們的功能政策 提出具體的見解 而且也可以變成我們說 會炒的進來一起炒糖吃 那當然 高達發行的機率 其實他就是去找別人炒 因為發現找我炒沒有意義 但是呢 也有一兩成的機率 他真的就流下 就變成了 像剛剛講到的卓士允 那樣子的一種 就是真正有具體貢獻的朋友 所以這個是我的興趣 那這個是非常紓壓的 因為就是每次我看到 就是一些人身攻擊 一些不堪入目的這些 就是自演的時候 其實我都是當作創作嘛 所以就想 原來中文還可以這樣用 真確切 很高興 很高興 對 但是就是說如果我看到了 竟然還會覺得不舒服的話呢 我就會去 自己去調一杯新的味道的飲料 那好比像說 像這是美式咖啡嘛 那我家裡有很多茶包 所以我可能就放一個 薄荷茶包進去 或什麼牛棒茶包進去 反正就是說 燈前一夜嘛 有非常多種組合 那所以在這個組合裡面 我就會喝到一個新的 而且還不錯的這種味道 那這個時候我再回去螢幕前面 因為我不知道觸控螢幕 沒有上癮的問題 所以我隨時可以離開嗎 所以離開然後換一個感受之後 再回去 我就可以只專門針對裡面 有建設性的部分 或者它其實完全沒有 有建設性的部分 但是我可以拿幾個字出來 印凹成有建設性的部分 然後去感謝它的貢獻 然後去繼續就是 往公共政策的創造性的部分 去進行探討 那這個是非常紓壓的 而且我當天如果有睡八個小時 通常都有啊 那睡飽的一醒來 我以後再看到這些就是 人生東西的字的時候 我就會想到 當時咖啡配上撥克茶 那茶再上味道 那所以就是 非常身心舒泰的這種感覺 這是叫做精神按摩 就是說你第一次去按摩的時候 可能會按到一些痛點嘛 但是你只要配上這個 什麼芳香風療法 或者是喝一些什麼茶 然後慢慢把它這個揉爽 揉開來 那之後呢 再揉到這個地方 你的記憶就會變成是說 這個就讓人很舒服 絕對沒有什麼痛點的這種問題 好 大概是這樣子 那你會有人提醒我 謝天凡要準備結束 我們就先回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 我們非常謝謝專偉 在阪門中好到 特別到台南來 給我們台南水務局的同仁 還有南區國稅局同仁 給了這麼一場這麼精采的演講 我們是先用最熱的掌聲 謝謝專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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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親身體驗到 專偉的演講方式 或是用提問的方式 所以大家都可以問到 你想問的問題 然後專偉也會針對我們提問的問題 逐一的詳細的回答 不深蹤無褤 就像剛剛提問的同仁說 不可能最早 是不是 那唯一很可惜 很可惜的地方就是說 因為專偉 今天只能給我們90分鐘的時間 因為專偉 希望我們還有很多行程 等一下還要去趕高鐵 非常的可惜 所以同仁還有很多問題 我們外面還有14個分級球 大家也都想聽 對 都想聽 所以我們是非常的希望 能夠有機會再度請要 再邀請專偉再度利盈到開展 給我們同仁這麼棒的演講 大家同意嗎 贊成嗎 謝謝各位 謝謝大家 自己帶領 好 機長交代一個任務 機長準備了一個小禮物 需要跟我分享 大家好 我們去 要拍照嗎 拍照這邊 拍照me 拍照成這樣 好 掌聲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